主人只是想往空调的玩具里加些零食 那只泰迪却沉着嗓子不停威胁 甚至把玩具固定到了前腿中间 刺着牙用白眼紧盯对方 似乎在说我警告过你了 别碰我的东西 如果对面执迷不误继续试探 他就会抓住时机发动突袭 据主人说 这只泰迪今年五岁了 可爱的时候确实可爱 但凶起来也真的挺要人命 因为一直有护士的毛病 所以但凡他抢走的东西 基本很难再夺回来 先前有一次 女主人把插了吸管的巧克力奶放在桌上 而这条狗不知道怎么跑了上去 当时她过于紧张 完全忘了狗会咬人这件事 就直接伸手将奶抢了过来 结果被连续咬了三四下 手指甲都碎掉了 挨过几次咬后 夫妻俩就琢磨出了一个新的应对方法 每当泰迪试图守护某样东西时 男主人就会抓一块零食扔到旁边引诱 如果他没什么反应也别心急 只要主人起身做出抢夺姿态 狗狗会立马冲上去发泄愤怒 但零食在前玩具在后 他想得到食物 就必然顾不上玩具 更有意思的是 一旦东西没了 泰迪会瞬间恢复正常 刚才呲牙咧嘴 低吼咆哮的表情 统统消失不见 看起来就是很温顺善良的小狗 甚至会主动把玩具雕过来找人陪玩 这个情况虽然难缠 但夫妻俩已经忍耐四年多了 也琢磨出了自己的一套应对方法 平日里多小心一些就行 可问题是女主人去年生了宝宝 双胞胎目前七个月大 正是满地乱爬好奇心过剩的年纪 万一不小心伸手被咬了 后果真的难以承受 而且孩子出生后 那只泰迪的占有欲和攻击性也更强了 以前他只霸占掉在地上的东西 现在却会故意抢走婴儿用品或者玩具 尤其是宝宝的专用毛巾 最离谱的是他抢走还不算完 过后会一点点吃进肚子 有时候为了避免发生危险 主人不得不硬着头皮强强 而这时女主人就会拿出 从节目里学到的法宝 女毛球拍 先前看训犬师操作的时候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小狗冷静下来 然后从容地把东西拿走 可这招用在自家泰迪身上 似乎就不太好用了 虽然女主人足够沉着冷静 但最后也没能成功夺回毛巾 反倒是狗狗在球拍的刺激下变得更暴躁 而主人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回头拿了块临时先安抚情绪 再拎着球拍一点点靠近 可这回刚走到跟前 泰迪就疯了一样地扑了上来 其实关于小狗这段时间的变化 两位主人心里也有猜测 无外乎是因为孩子分走了大部分精力 导致他们现在基本顾不上泰迪 每天只有把孩子哄睡之后 才能抽出时间宠爱一下小狗 而且因为他的攻击性 夫妻俩也不放心让孩子在客厅玩耍 只能把次卧隔离出来装上安全门 一家四口在屋里亲密互动 泰迪就在外边羡慕地看着 虽然他不会急得又吵又闹 却经常冲着屋里拜本 希望能得到主人的注意 有时候就算想完的球 也只能叼在嘴里递到围栏那侧 再等着主人丢出来外面 现在孩子七个月大还能分离 勉强挤在小屋里玩耍 可再长大一些要怎么办呢 所以两位主人纠结再三 还是给节目组写了申请 希望能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 这次薛专家来到球主人家里 一进门就看见了那只泰迪 因为对方表现得实在太激动了 一直从玄关蹦蹦跳跳跑回了客厅 差不多三四分钟过去才趴下不动 等到他彻底冷静下来 专家就开始看视频分析 并且很快发现了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在狗狗激动时 把手心翻给他看 直露出手心这个动作 是一个明显的认知误区 并不是说手心能让小狗镇定下来 而是手心代表的等待或者没关系指令 能帮助狗狗迅速冷静 找回自己的理智 但前提是得通过训练 让狗狗理解这个动作的意思 他才能顺利完成 如果没有经过学习的话 那主人突然间把手伸过来 在泰迪眼里就是要抢自己的东西 他百分百会变得更加激动 至于为什么狗狗的性格是好实坏 其实就是所有攻击性的一种特征 当要守护的物品不在了 他也就没有发脾气的必要了 其实女主人先前有用羽毛球拍控制的意识非常好 只不过在操作上产生了错误 那就是不够坚定 羽毛球拍作为一种 本来就会让小狗产生恐惧害怕心理的东西 在决定使用前就要充分地建立认知 绝对不能让狗从球拍下把东西抢走 如果狗狗产生自己能赢过球拍的心理 那之后训练就完全没效果了 专家告诉两位主人 其实从目前的画面来看 在孩子跟狗没有发生冲突的时候 泰迪也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意图 但能明显察觉出来的是 他的不安感和嫉妒心在慢慢变大 比如说小孩在地上乱爬时 小狗会跑到男主人怀里 又或者夫妻俩都抱着孩子时 狗狗会挤进他们中间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早晚会有一天因为孩子带来的压力而爆发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 是帮助小狗降低不安感 自己不用去守护什么 主人也会愿意给他 掉在地上的那些东西不是属于他的 而是主人赐予他的 专家首先让两位主人 给狗拴上牵引身 然后往远处扔了快零食 但控制住长度不让小狗吃到 接下来需要的就是等待 什么时候 泰迪不执着于冲过去获得食物 而是转头看主人发出求助 什么时候才算完成目标 因为是第一次接受这种训练 小狗也想不明白主人需要什么 他对着零食的方向拜了又拜 最后原地坐下等待 一直僵持了快三分钟 也没有达成目标 于是专家又拿出一块零食 往返方向扔了过去 而这次泰迪几秒钟就原地坐下 没再像开始那样激动了 扭头的瞬间 专家就松开绳子 让他吃到了零食 随后又扔了一块出去 而这回可以看出泰迪完整的思考顺序 当他发现自己吃不到零食时 首先退回到了地毯上面 在一边坐下 一边看了主人一眼 于是薛专家给了他一块奖励 又松开绳子 让他吃掉了额外那块 这样重复过两次 第三回狗狗就配合得非常好了 打好第一阶段的基础 训练就迈入到第二阶段 扔出零食后不松绳子 由主人捡起来喂给他吃 狗狗自己坐下时要给一块奖励 下达等待指令后再去捡地上的东西 这个过程中泰迪要是动了 就立马上前把他逼回原位 只有在耐心等待的情况下 才能够给予奖励 这项训练中需要注意的要点有两个 第一是必须后退不能转身 要时刻观察小狗的动向 不能把后背给他 第二是夸赞跟奖励的时机 要再捡起零食的瞬间完成 目的就是为了让狗狗知道 主人之所以夸奖他 就是因为他没有在捡东西时发动攻击 虽然开始学习的年龄比较猛 但看前面两项教育成果 这条狗还是非常聪明的 所以第三阶段专家直接把牵引绳松了 然后将临时换成他最喜欢的小毛巾 再继续重复刚刚的动作 而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就在专家第二次把毛巾扔出去时 泰迪虽然立马冲了上去 但只是闻了闻就走回来坐下 已经学会了在不理睬的基础上 克制住自己的行动 等到薛专家做完一整套演示 就把主动拳交还到主人手里 这次狗狗的反应虽然强烈一些 但女主人动作更快 所以几门下来 依旧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训练 差不多重复个六七次 主人就已经熟练掌握了训练技能 接下来薛专家为这只泰迪 定制了超高难度的最终测验 在地板上放满她喜欢的物品跟食物 再牵着小狗慢慢经过 而她只有开始前激动了一下 整个过程中的反馈堪称完美 课程最后 为了满足女主人同时带孩子 跟带狗的需求 也为了帮助小狗 转变对宝宝的看法 薛专家在客厅 帮他们布置了一块场地 这样全家人跟小狗 共处同一空间 夫妻俩甚至能一个带孩子 一个多关注下狗狗 而这回家里的氛围 明显就好多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续女主人 特地传来了反馈视频 画面中的泰迪跟开始相比 已经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 当主人把东西丢到地上 时一点反应都没有 而主人也在照看孩子之余 抽出更多时间带小狗训练 虽然是有目的的 但何尝不是一种陪伴呢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